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徐先生38岁来自湖北 宫城城包 女嘉宾雷女士37岁来自湖南 戴业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好 欢迎两位 雷女士 对 需不需要坐着 不需要 我对我的身体状况比较了解 我想把我最好的一面 先展示给大家看 好 您要累了您就说 我们就拿凳子给您做 好吗 好 这个让老婆回家 这个 这我就说 一个多月前吧 一个放小在广东那边 突然过世 你去帮朋友处理后事 对对 为什么呀 你干嘛要走啊 因为 他 四十岁不到 而我 我的这个病 说实话 有病历 就是说 有拖过十几年的 假如说我能拖十几年的话 老徐你愿意跟他在一起吗 老徐 愿意 就是他就这样 那十几年你愿意吗 愿意 二十年你愿意吗 愿意 五十年你愿意吗 一辈子都愿意 对呀 那是老徐愿意呀 但是 我不想拖累 我不想拖累 他这人很善良 我这次在走之前 我就找我同学 问过 分居两年以后 其实就可以离婚的 我觉得他这人 三十多岁吧 我觉得他值得一个更好的人生 值得一个更好的人去照顾他 不要像我这样 什么事情都帮不了他 然后还要拖累他 他是做工程的 做工程的 他现在为了照顾我 他现在就只接本地的 外地的工程 他一概只要听到是外地的 就不谈了 但是 我那个地方不大 像这种做工程的机会 不多 他这三年发过病吗 老徐 他这三年不是叫发病 因为他本来动完手术 两个月之后就复发了 复发了之后 我也问过教授 问过也查过资料 教授也说不能再动手术了 就不能动了 保守治疗对吧 对 怎么样啊 稳定吗 暂时还算稳定 对呀 就走一个月你就这样啊 因为我就一直 心里我就一直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 我就想 我说三年 这样子过来啊 一千多天 嗯 你这样子照顾我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你自己觉得没头了是吧 我自己觉得天天照顾我 天天为了我 你这也不能去 那也不能去 有时候甚至于 为了我这也不能那个 然后那也不能那个 然后一旦等我发病的时候 家里在经济上 在 就是 哪怕我不发病 保养上面 我问老徐 他 他也需要 发费很多经济上的东西 我问老徐 他以前工作吗 工作 也工作 教师 教师啊 对 你们家他的收入重要吗 现在来说不重要 过去很重要吗 过去因为我 可以说没有工作 我就 每天就是 他工作 下班回家 做饭给我吃 因为自从三年前 我 我妈也因为 癌症 也过世了 因为以前我们家 我妈是我们家的顶梁柱 自从我妈走了之后 一家的重担 就全部 由我一个人 挑起来 你那挑得动吗 还行 家庭收入靠什么呢 接点工程 他说出去接 能接到吗 能接到 但是外面的 你查呀 你这 我这不敢 我不敢去查 因为如果 因为当时复发 你知道吗 当时我知道复发的时候 用药没用药啊 化疗没化疗啊 放疗 化疗都做了 当时家里的 开销也比较的大 然后 当时他们都说了 就说按照我这个情况 很难 拖得过一年 当时出院的时候 我就在想 因为我毕竟 不还有个儿子嘛 妈妈走了 对孩子会是一个打击 因为孩子当时是 六岁多七岁嘛 所以我出院之后 我就刻意地 不去亲近我儿子 所以我儿子 在家里面 现在就是 跟老鼠见的猫一样 那种 怕你 对 在家是怕我的 老师啊 我就在想 你这个癌症不可怕呀 我觉得比癌症可怕的是 你的心病啊 有好多事 你把它 人为的 把它放大了 这也是善良的人 可能愿意这样 把所有的事往坏里想 是吧 不是 因为当时 这些事我就不管您了 我就管一件事 真的不想跟他过了 是吧 你舍不舍得他吗 不舍得对吧 但是不舍得又 心里又难受 又觉得拖了他 是不是 不知道该怎么弄好 是吧 对 老徐 没觉得他是拖累吧 没有 照顾的确实好 是吧 那确实 我们里就是 从 从乡雅 就是 从 每个科室 可以从一楼到 他的 十五楼 外科 包括 我们那边 家乡那边的 医院里面的 教授啊 主任啊 包括他们药房里面拿药的 都 都知道他 你看 老师就是会用死 在我家乡的 医院的每一个窗口 都传送着我老公 对我好的事 就这意思吗 那你还不好好的珍惜啊 累不累啊 学 还好 儿子呢 儿子紧听话的 其实我这 三年来一直也 很少管他的学习什么的 而且他还 成绩还不错 成绩还不错 哦 儿子知道妈妈得病吗 他知道他得病 但是不知道有多严重 哦 当你回到家的时候 发现妻子不在了 他走了你害怕吗 有点怕 因为有一次 我从外面回来的时候 叫人也是没人硬 然后我走进房间 发现厕所灯亮着在 然后推了半天 没推开 结果我头伸起去看 他就晕在里面 已经就是说 也可能我出去之后 他就晕了几个小时 啊 所以其实当你回家 发现他不在的时候 你是往最坏的打算去想 对对 我怕他出什么意外 或者是自己跑出去 那他这一个多月 都在娘家你去看了吗 嗯 我去了三次 接他回来 都接不回来 他都不肯 他脾气很僵 他家人怎么说呀 他没有回到他家 他是回到长沙 他工作的地方 他以前工作的地方 自己租的一个地方 那怎么行呢 其实他现在说 他靠自己 在网上做微伤啊 他说能够养活自己 那你就回家做微伤呗 我修结了一点 就是 首先是经历 其次是经济 对于家里来说 都是个拖了 嗯 然后 孩子也靠在他身上 我也靠在他身上 我公公 因为去年年底 心血管的疾病 也做了那个心脏的支架 等于经济上 也靠在他身上 也不能做事了 你怕这个男人给累垮了 对 那就咱们想 怎么不累垮的方法 对 我想能 能走一个 能解决他一点 不然 明白 就是最好的 嗯 老师们 你们看完怎么帮助 这个夫妻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知道 女士是 真的是爱了老徐一辈子 你是竭尽所能地 想去爱他 想多做一些 想付出更多 对 我特别理解你今天 其实大家在想 都到了这样的病情 为什么不好好地珍惜 在一起的时间 但我特别理解你 因为你特别想 更好地爱他 你不知道现在能给他什么 你希望自己把自己放弃了 我离开了你 他是不是能少干一点活 少花一点钱 少一些付出 你才觉得 我给了他一些 我能给的 甚至于我想 他可以去找一个人 能帮他一把 甚至你在想 他能找一个更好的女人 健康的 陪他过好下半辈子 对 是吗 对 所以真的让人听得很心疼 然后因为我儿子不大嘛 因为我儿子不大 所以我当时我就出院的时候 我就想着 我不亲近我儿子 我跟我儿子疏远一点 我明白 他对妈妈的印象 就不是很深刻 将来我 有一天我走了的话 他就 时间一久了 他对妈妈的记忆 就会慢慢地淡忘 让他去接受另外一个女人 就可能就没那么难了 所以你做的一切 都是因为太爱他们了 但其实 我们每个人 都是生来要面对死亡的 我们不知道自己的 最后一天的大限 在什么时候 我们能做到的 只是每一天都过好 你如果在这个时候离开他 其实是对他最大的煎熬 因为老徐这样一个人 怎么可能背信弃义 怎么可能不负责任 怎么可能在自己爱人 最难的时候离开呢 如果你爱他 就要让他陪着你 来完成他对你的爱 来完成他对你的责任 这才是好好爱他的方式 也许我们很幸运啊 其实癌症 很多时候和情绪有关系 也许我们的路 真的是五年十年 甚至更长 甚至我们痊愈了 我们为什么不把 每一天活得精彩 为什么不把 每一天的微笑 留给自己爱的人 其实你是有足够的意志力 去战胜 或者和并莫斗争的 我们把这份力量 真的化成一种 温和的微笑 留给爱的人 不好吗 老师 我不好意思 我打的你一下 您看到我妻子这么好 包括我站在台上面 这个 我不怕跟您说 我都是刚刚打了针 吃了药才上来的 我明白 所以我在说 不管我们生命有多长 我们把这段日子过好 把微笑留给爱的人 加油吧 谢谢颜老师 来 要不要坐呀 拿个凳子坐会儿要吗 拿个凳子吧 拿个凳子吧 谢谢 谢谢 医生说你 只能活一年 你活了三年 转了 对 对吗 我现在说我活的没有 你老公 以前是一个 啥家务都不干 又不出去干活 现在你看 又能挣钱 又能干家务 还能照顾人 把你照顾得很好 把孩子照顾得很好 把爹照顾得很好 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转了 你孩子 成绩很好 很懂事 知道家里面 可能条件各方面有问题 好好读书 也转了 换一种事 我们遇到的 也不完全坏事 而且 你和他认识十几年 是吗 十一年 十一年是吗 好 你照顾了他 七年还是八年 他才照顾你三年 怎么算 至少还得照顾你很多年吧 对 所以说 半句话来说 我不是诅咒你啊 如果今天遭遇灾祸人是他 你会放弃吗 不会 对你肯定不会嘛 那凭什么你认为他会放弃呢 两个善良的人在一起 是你们彼此的信任 责任是什么 责任是我爱你 所以你变成我的责任 什么是负担 这件事情我不想做 所以这件事情才是我的负担 这件事情我想做 怎么会是我的负担呢 什么是亲人 因为相爱 而相互负有责任的 叫亲人 在照顾你的过程中 他只享受到他的愉悦感 这种愉悦感 这种成就感 就是我能把你照顾好 把你从一个医生判定 活不过一年的人 照顾成我可以活了三年 他其实挺有成就感的 你是不是挺有成就感的 对 你看他笑的样子 绝对是真心的 我们见过那种虚伪的人 笑你知道吗 所以你现在是在剥夺 他这种成就感 你不是在为他好 你自以为是的在为他好 别傻了 尤其是我听到 很不开心一点 是你对你儿子熊 特别不好 为什么 因为我说句不好听呢 就是我希望你活得更长 但是如果哪一天你不在了 你儿子如果心目中满脑子的时候 我妈妈很凶 可苦呢 可必呢 你不需要去想死后的事情 因为你儿子很懂事 他人生才刚刚开始 他会有自己的人生 你老公很善良 一个能够把自己得了癌症 老婆照顾了这么好的一个男人 我相信他以后一定会得到幸福 不需要你操心 你需要操心的是什么 怎么样让自己开心的情绪去渲染他们 去影响他们 你是一个老师 你知道一个老师在学校里面 开心和不开心对于孩子的影响 你也应该知道你在家里面 开心和不开心对于他们的影响 这才是你真正能做的事情 所以 你想的 你所有在盘算 你打的那个算盘 走入了一条死骨头 死到你在做一件会让所有人不开心的事情 会让所有人抱憾终身的事情 你觉得我一个人去面对 孤独的面对死亡 结果这个 照顾了你好几年男人最后 他会觉得 我辛辛苦苦做这件事情 我到最后没落到家一个好结果呀 最后别人要戳着我这家骨骂的呀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爱情这件事情 起于激情 成就于温暖 升华于承诺 当有一个人 愿意兑现他对你的承诺 他要照顾你到老 到死的时候 我觉得你也应该兑现你的承诺 在你去世之前 一直深爱着他们 他和他的孩子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陆琦老师 好 来 陆老师 你刚才说 如果你们两之间掉个个儿 你一定不会离开他 是吗 对 但是 你如今患了病 你却要走 以高尚的离开 留下他 背负所有的骂名和谴责 然后还思念着你 一个真正想要对你好 把对你付出 当成莫大的荣幸和幸福的人 你却要剥夺他这种奉献爱的能力 你说你不是自私是什么 你就给他一个奉献爱的机会 不可以吗 你知道你走的那三天 他那三天 所付出的精神的一些额外付出 比体力上的累 更要恐慌 你知道 你这在害人 你知道 他本来就够累了 你还让他担着心 离婚还不简单 真的你要是跟他离了婚 就即便是有了那一纸公文 你觉得他就会放下对你的担心了吗 如果他要是真的爱你 即便是按你的要求 离了婚 他也会处处跟着你的 对吧 其实对于你们来说 离不离婚都是表面上的事 那都是形式上的事 你又何必用这种非常形式 和肤浅的方式 来度量你们之间的感情呢 老徐心里这么想的 你以为离了 你就能离开我的手掌心了吗 你就跑得了了吗 我一直认为 人只有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才最忠诚 因为他不用面对所有的人 所有的事物 他只需要面对自己 请你好好的面对自己 其实人都是要死的 夫妻这一辈子 什么事情都可以有伤有良 唯独死不能商量 但既然商量不了 就好好过每一天嘛 听听那首歌 死了都要爱 不爱到淋漓尽致不痛快 把每天都当成末日来相爱 那是多么忠诚的爱 你说呢 别作了 就这样 哭会儿 哭会儿 我想回家了 咱们回去吧 我想回家 我想回家 想回家了是吧 是吧 想回家就好 来来来来 拿完礼物就走啊 我给你个建议老师 尤其他这个病之后啊 我不卖保险 我先说啊 我知道我在这个时段 说这个话挺扫大家性的 但是生活就是这样啊 有人要主理这个浪漫 有人就得说点现实的 务实的事 回家之后赶紧给你儿子 上好保险 其实你看 如果他这个病之前 你有一份大的保险 可能那个压力又会小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要学会运用很多的工具 让自己的生活 变得更坚实 我知道 我跟我自己 跟我儿子都买了 这就对了啊 好好地来站在中间 我们还觉得没看够呢 这么美的爱情 是吧 来 邀请我们的小花童 邀请 好 来 感谢 要保持用 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吧 各位请见证 谢谢主任 谢谢老爷 抱着吧 谢谢 抱一会儿 抱一会儿 浪漫一会儿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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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三次 我会想三次 你不要爱情 把我放弃 两个心里 都只不可理 不想授点日记 那场幸福距离 那天的回忆 我会想三次 我会想三次 你 在爱里等着你 谢谢 未来的一天那么 谢谢 好好用吧 谢谢 没了给编导打电话找他们用 你说我要面膜 好不好 谢谢老师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请回 请回 好好回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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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